两人各自心怀叵测,正当蓝湛频繁地看向房门时,他期盼的人走了进来,只听见对方问,蓝湛你是打定了主意,让我给你当一辈子奴隶。 蓝湛放下手里的漫画书,不解道,你在说什么?魏英在房间空地上站定,面带苦笑说着,我被解雇了,是不是你做的?蓝湛,你有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? 蓝湛忍不住皱起眉头,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魏英看着蓝影帝完全有言不尽的姿态,他一直压抑的心情终于爆发,魏英转换成伤人的言语,蓝湛你在装什么?我已经解释过了,夜店的事与我无关。 对,我是趁你不在挖了一点你的隐私,但是我们相处这么久,你看不到我的愧疚吗?你为什么要把事情做这么绝? 魏英咬了咬下唇,他好似放弃了一般说道,对你来说,没了工作还有大笔的钱,但我没有了工作,我要怎么生活? 不过我也明白了,不就是给你当奴隶,当跟班吗?还能供你玩弄?我可以,我什么都可以,人怎么都要活着不是吗? 魏英这个人现在死掉了,从今以后他就是你的附属品了,随便你指派,随便你玩弄。 蓝湛听着魏英激动的言词,和那强装不在乎的神情,他有些于心不忍,他打断魏英。 蓝湛诚恳说道,你工作的事我真的不知道,延长协议我是气话,你听不出来吗? 魏英好似磨正了般,哭笑不得地说,气话。 你在和我开玩笑?蓝湛你把我的未来轻易地捏碎,到头来还要我去原谅你吗? 蓝湛的脾气还是没压住,他吼道,魏英,你到底在激动什么? 不就是个工作,再找不就好了?你用得着要死要活吗?你是不是男人? 蓝湛听着蓝湛的话,他差点被过气,所以蓝湛你总算承认了,我的工作是你直屎搞没的。 蓝湛听着魏英瞒不讲理的瞎猜,他还一个劲地指责自己,气到他一把掀开空调背,站了起来, 他几步走到魏英面前,恶狠狠看着这个小瘦子。 蓝湛吃笑道,魏英,你以为我会和你耍心机,做这种事? 别把你自己想得太重要,我蓝湛身边从来不缺人,你又算个什么东西? 再和我废话你就滚出去。 蓝湛听着对方那一句句刺耳的话不住地后退,他不解地看向蓝湛,他终于忍受不了,转身跑了出去。 卫英不单单是纠结他丢掉工作这件事,他无法理解蓝湛的态度,明明他们双方都有错,为什么要他要先低头? 卫英本来也愧疚,也难受,难道蓝湛让他丢饭碗还乱发脾气就可以解决问题吗? 蓝湛还说出这么伤人的话,太过分了。 卫英知道他自己走进了牛角尖,他就算撞破头也不想先低头,虽然事情是他错在先,但他受不了蓝湛对他一味地猜忌,既然如此,倒不如他们双方冷静一下。 没错,卫英他真的滚了,滚出了蓝湛的家门。 此时他走在马路上,被太阳一晒,整个人都开始眩晕起来。 正当他准备挑选一块比较干净的地方休息休息,电话铃声响起了。 卫英以为是蓝湛,他有些惊吓对方打这个电话的意义,难道是要道歉? 不,蓝湛很可能准备再骂他一次。 他势然一笑,拿出手机看去,是他多想了,致电人不是蓝湛,而是他以前的噩梦,薛扬。 喂,卫英啊,我可得谢谢你了,要不是你挖出这么多小秘密,我这次也上不了头条啊。 卫英听到一头雾水,你什么意思? 不会吧?你现在消息都这么不灵通了。 今天的两个头条新闻,第一个是蓝影帝夜店大街,第二个是蓝影帝的隐私小秘密啊。 卫英听着薛扬夸张的语气,面无表示地问道,那又怎么样? 有没有搞错,你问我,那又怎么样? 我可是凭借着你的辛苦劳动才能一步登天,说起来,我这要谢谢你啊,有功夫请你吃个饭,大功臣你千万要赏脸啊。 卫英皱眉,他懒得与卑鄙的薛扬说废话,直接挂断了电话,他决定自己去发现问题。 薛扬这么嚣张地打电话来向他显摆,那这是一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。 等他根据对方话语中透露出的信息,翻到头条新闻第二位时,终于看到了问题所在。 他挖掘的消息,被薛扬整理成文字配图,灌着薛扬的名字被发表了出来。 卫英第一时间就是想要去找薛扬对质,他站起来的一瞬间,头昏眼花机遇站不稳跌倒。 等他缓过神来,连忙招手叫了出租车直奔公司而去。 卫英在车上思考了很多,他第一件要问的是,就是那个挂着羊头的新闻,第二件事,既然他已经被辞退了,那么就去把工资要回来。 既然做了决定,那他也不再犹豫,卫英走进那熟悉万分的办公室时,豁然开朗起来。 卫英,你去哪逍遥去了?这么久没见你上班。 哎呀,我们的大忙人回来了,快说说你干嘛去了,我猜你秘密回老家结婚了。 去去去,卫英才多大呀,这么早结婚岂不是放弃了大片的森林? 同是你一言我一语地打去着许久不见的卫英,看着他脸色不好,更是玩笑开得没边没界起来。 以往的卫英一定会发挥他那见嘴皮子的能力,与大家调侃,而此时他丝毫不想理会这群人,直接拨开人群,走向经理的办公室。 卫英,嘖嘖嘖,你这么着急赶过来,不会是想找经理吧? 迎面走来的薛阳此时打扮的光鲜亮丽,完全不像一个狗仔鱼记的样子。 卫英皱眉,不想与他过多纠缠,直接绕过对方,走进经理的办公室。 这么急着来,我刚泡了茶,来喝一杯再走吧。 办公室里没有秃头经理,倒是薛阳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,走进办公室。 他拿起茶壶倒了两杯茶,竟然坐在了经理的椅子上。 你,我什么? 哦,秃头经理一家三口搬外地去了,现在我是代理经理,你有什么困难? 我施舍施舍你。 卫英听的目瞪口呆,他不过是离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公司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。 此时,他有太多的疑惑和不解,想要问起却不知怎么开口。 薛阳好似看出了他的难处,他扯了扯领带,说道,解聘电话是我让经理打的,微信也是我编辑好让他发的。 你还有什么疑惑? 你,薛阳好似不认识卫英一般,上下打量了他一番,我认识的卫英可不是这样啊。 伶牙俐齿的,你哪去了? 你不会是给蓝湛做保姆做习惯了吧? 哈哈哈哈,去给我倒杯茶。 薛阳开着玩笑,卫英却心里翻江倒海,他抖着声音问道,所以,蓝湛夜店和那个狗仔打架的事,也是你安排的。 哦,有什么问题? 听着对方那肯定的疑问句,卫英浑身发冷,到头来所有的事情,都是因他而起。 蓝湛生气也是无可厚费。 麻烦,是否如ñ筑常法后,将近乎穷奏起身攻击说 Bapt。 o原因咱们能说让他突然放好以后不可关系组算哦,在这里费 combin说话,可以 extension。 不知道 别人真的按下关系组算帥哥,,